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我知道啦 目前的所有的鲁鱼店没有人用这种制作的方式 因为它还好光 耗时间 耗成本 但是相对它做出来的品质是外面一般吃不到的 它会整个透到心里面去 东西要好吃 食材的严选就非常的重要呢 豆干清洗挑选也是不可马虎的喔 它本身都会产生一些黏黏滑滑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豆干是当天做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经过水洗喔 把一些不好的渣子洗掉 然后顺便再挑一下它有没有破裂的啊 不能粗的啊 那这时候我都把它调起来 因为能够挑到这种破掉的就不必要了 我们这个辣椒啊 跟我们的酱都是额外调制的 当天会用酱油 然后油膏啊 做一个基地把它做成一个酱 那其实我们的酱是用中 也是用中药熬的 中药它每一个特性不同 所以我对中药材 我会再做一些处理 让它把它所有的药性啊 味道都规发出来 它可以用乳汤慢慢把它熬出来 那熬出来的话比较香 一样的量 它很减少了 它会出来的味道更香 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制造出它的香气 包括我们使用的辣椒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的东西方面吃起来一定会有一定的落差 可能跟一般人的血液很痛 而且我们的乳味会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想要做的是用一般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所有的乳汁都不是用一般的这个自来水 我所有的乳汁都是用这个水 那这个水它是经过这些过滤器 再加上这一最后一道的一个 它是可以直接升级你的水 对 这个水可以直接水合 因为它经过这几道过滤器之后 它等同于像是饮料店的概念 就是它没有杂质 它跟实际上自来水煮出来的东西 会是真实不一样 其实用自来水煮很好 乳汁比较容易算败 东西也比较容易怪掉 就是经验累积起来 就发现原来自来水煮被人在过滤器 差别在于品质上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这个森楼感 至少捋出来的片子 这个杂质我都看得到 那这是我最放弃的东西 既然我放弃 我觉得我的分量很高 那就相对于消费者来讲 它是不是也能更放弃 看到我多使用的东西 它应该会更放弃 老板说啊 这是对乳汁的坚持 今天会选择过滤水 虽然会增加成本 但是出来的品质 自己敢喝也看得到 老板说 这就是为了要让消费者 更能有安心的保障 就连产品也保了保险喔 我希望消费者能够安心 相对的 我今天如果是消费者 所有的人到任何家乳汇店 都看不到这种东西 我救我 我没有看到任何家乳汇店 有把它摆出来 或者让我觉得 哇 我很爱情 我吃了很多东西 就算尽管我拉了肚子 我也有保障 对 可是我截至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 甚至很多小世界 都没这个东西 所以我这个城市 虽然是有点疯狂 都花了这个存在的路面 但我比较希望消费者能够吃到 它能够心安的东西 酿豆干最好时间 从现在开始煮到结束 它至少要费16个钟 那它这个也要靠经验的拿力 并不是我一直开着就好了 所以它中午要做好几次的动作 这个动作就比较繁杂了 它并不是说 比如开火熬它 滷它就给完工的 它需要一些技巧 它才让它完全入味 这个第二道就是我们的牛肩肉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澳洲的牛肩 那属肉有半肌半肉的部分 所以它的带有净性 那它本身也比较扎实 那我们比较不选择台湾的牛 第一个成本考量 第二个味道 日起来 我们并不吃不到它的牛的原味 那我们一直主打的是 我们的食材是希望能够吃到原味 我们都是这种一些的食材 那这个制作的功夫呢 其实它需要一段的时间 要去熬制 量子这个烏煤 去让它发酵 那发酵之中 还有很多的过程 有繁缩啦 你要不定时的去看它的实度 跟温度啦 最终成型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手续要做 那它最终的成型是这样子 它能喝到真正的烏煤的味道 而不是像外面的酸煤 泡一泡被人的酸煤 我们不想走那样的路 所以我们做的是 比较不同于 一般人做的骨梅子 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请订阅按赞分享 夹好烧爆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我们夹好烧爆 然后来到了台湾 一家印度咖喱店 这家咖喱店主打的 可是健康素食咖喱呢 现在越来越多人来吃 因为这边我们今天准备的 都是不加洋葱 不加打蒜 不加牛奶 所以没有动物的东西 这个咖喱 蘑菇青豆 蘑菇青豆 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山库 用这个咖喱 因为他们是山库 他们是群豆 所以我们山库群豆 印度的香料 将会非常非常人喜欢的 而且这边没有牛奶 没有洋葱 没有打蒜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吃 这个咖喱 100% people can eat in the world 这个咖喱 我们用印度香料 做这个黄豆 我们也加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 跟马铃薯 因为台湾人喜欢吃 有的咖喱 有马铃薯 这样会比较好吃 第三个呢 甜配 这个甜配 黄豆 比黄豆健康 所以这边我们的咖喱 很多人喜欢吃 来这边吃甜配 这个印度 这个印度 要是我们加菜 这个印度 加菜的时候 这个会非常非常健康 边豆咖喱 边豆蔬菜 这个边豆蔬菜 小孩子还是大人 最喜欢的是这个 因为这个非常健康 这边都是健康 这边我们可以吃 每个咖喱可以用 不一样的烤饼 跟不一样的饭 我们有非常小 非常小用面粉 大部分我们用小麦 纯小麦 这是烤饼 这个烤饼 有马铃薯 也有这个香料 这个香料是 我们叫fenugreek 可是这个 跟马铃薯会非常好吃 对 这个也是纯麦的 每个人喜欢吃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健康 这个没有直接的味道 这个吃的时候 一定要吃咖喱 用咖喱还是酱 这是鸡蛋饭 鸡蛋饭有味道不一样的 用香料的 姜黄 不会癌症 所以我们 有的客人来这边 他们喜欢吃这个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健康 对身体好 就叫咖喱这一块 其实这一家 它口感蛮多 多元的 就是不像一般 我去过一些 可能也是那种印度料 咖喱料理 它可能那个 酱料或是在调配方面 就是比较单一化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元 我觉得这是这家 比较大的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第三次 我来到这里 所以为什么我来到这里 所以为什么我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喜欢 这家里的食物 是很家里 很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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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来到 我来到 Satnam 前来 我确定 有点新鸣 是很新鸣 这是我说 为什么我们 开这个餐厅 因为很多人 我们说 好吃的不健康 健康的不好吃 这边 都好吃 都健康 跟台湾人 还是美国人 要一个提供 可以来吃吃看 我评计你会再来 谢谢 看到如此美味的素食咖喱 有没有心动呢 那就与朋友相约 一起去台南走一趟吧 我们脚好烧爆 下次见 今天脚好烧爆 带大家来到了板桥巷弄里 映入连连的是一台 复古的蓝色小汽车 这是小兔子乡村杂货铺 从外观看起来 就非常的有特色呢 一进门 干燥花的香味 就非常的令人感到放松 也有很多可爱的小东西 这些全都是老板兔爸 到各国收集而来的呢 装潢也是自己设计的 哇 真是太厉害了 不是网美的我 手都停不下来 一直拍照呢 连菜单都是手做的 真的是相当的可爱啊 他们的主餐 有非常多的选择 但是兔爸跟兔妈 每天都会依照 环南市场 现配给过来的食材 过去处理 坚持所有的食材 都要自己动手处理 不会经过二次的加工 因此每天只会有两到三种主餐 我们今天的主餐的话 是印度咖喱 印度咖喱它是以番茄为基底 那它吃起来的话是又酸又辣 但是我有手下的流行 因为真正的印度咖喱 其实台湾人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们曾经用印度咖喱的比例 下来出餐的时候 小朋友都哭了 然后大人都一直狂咳嗽 对对对对 所以说印度咖喱 我们至少加三种辣椒下去的 配上蒜香酱 喝一口浓汤 嗯 温和的味道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呢 湯的话 我们是蘑菇 蘑菇鲜奶浓汤 我们的吐司 是老面二次发酵的吐司 它是饭店在用的等级 含水量非常够 对 那它没有防腐剂 所以说第二天它又差不多发霉了 这个是彩椒蛋 下去焖的时候 其实蔬菜的营养 还是会被蛋吸收的 这个的话我们是培根 然后炒蘑菇 然后炒玉米跟炒蛋 然后再加一些 我们自己种的那些香草下去炒 它算是一种法国的一种小材 刚刚说到印度咖喱所用的 都是当天的温体肌 还有一道三明治 也是用温体肌肉所制成的哟 我们这个是南法泥式三明治 那一开始 我们的组合其实是有放体育的 因为我们想要遵循南法那边 做三明治的方式 可是后来因为 台湾人对体育 比较没办法接受 因为它的腥味味道比较重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 把体育拿掉 那我们现在换的是 当天的温体肌肉 吃完主餐 我们来吃下午茶吧 松饼都是现点现做的 大概要等个15分钟左右 因为我们松饼是很特别的事 因为我们不用松饼粉 我们都是直接从鸡蛋面粉开始打起 对这个就差很多 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 然后包括它的 像我们也不放一般 賣松饼会放的香草精 我们的松饼都是很天然 像我们的水果也都是挑过 像我们的葡萄都是黑地球的葡萄 或者是红地球的葡萄 对我们不会用那种比较软爛的葡萄 对松饼里面我们都有包瓦吉 而且是黑糖瓦吉 所以吃起来的话会有黑糖的香气 他们最有特色的 当然不能错过这可爱到不行的茶壺啦 都是兔把从迪士尼带回来的 外表可爱但内涵也不简单 这一支茶的话是红叶茶 它是南非国宝茶 它是连孕妇跟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那它淋咖啡因啊 钙質含很高 羊柑橘的话它比较适合夏天 就是说它是羊柑橘 然后带一点柚子在里面 然后它跟绿茶组合下去 对它喝起来的话还蛮夏天的 就是还蛮清爽的 蛮多男生的客人都点这一支 除了欣赏拍照可爱的茶壺外 也不要忘了细细品尝茶的香味哦 介绍完了茶 那么下午茶一定要配的就是蛋糕啦 那它吃起来的话因为每个人的 试酸度跟味觉会不一样 有的人会觉得偏酸 那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够酸 但是我们尽量把它调整到 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口味在 那这个巧克力的话我们是用法国的巧克力下去做的 所以它不甜它是苦甜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金刚抹茶的这个滑下去的 它是抹茶然后再加巧克力提下去 一层抹茶一层巧克力这样子的 我们是每个礼拜自己做的 一个礼拜做一次 我们没办法每天做 因为光每天备这些餐备这些料 我们已经快疯掉了 对不对 因为像即便 为什么我们一天餐只有两三种 是因为比方说像我女儿早上七点多去上课之后 我们就开始备料 就为了备中午营业的时间 不然我们松饼也是当天现打的 对对对光这些我们就已经忙不过来了 所以我们只能靠放假的时候 可能电休日的时候再做这些办法 这次带大家来到这么特别的地方 下次还要带你们去哪里呢 还不赶快订阅加好烧爆 继续带你们吃片全台美食 今天加好烧爆来到了位于大安区延极街上的精致早午餐店 店内满满的人潮 就知道这家店有多么好吃了 就让老板带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气餐店有哪些吸引力吧 我喜欢吃外酥内软的东西 相信消费者也很喜欢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千层堡的方式来呈现 在千层堡是由我们红菊子独卖 那我们所做的就是属于外酥内软的汉堡 并不会油 因为它不是丹麦体 它只是在外面层小酥皮 拿外酥内软的方式来呈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萝卜糕 就是属于XO酱炒萝卜糕 我们的萝卜糕是有萝卜丝的 而不是一般萝卜粉去做出来的萝卜糕 那这XO酱是我去澎湖 我们在地的肉酱 那这XO酱里面是有整颗干贝的 所以它的口感也是我测试了 起司加之后我最喜欢的口味 然后在这边呈现给大家 那再就是我们的丹麦吐司 这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 那我们的丹麦吐司就是一些老饕必点 尤其是里面 这个薯泥是我们粉丝最爱的 因为它是每天新鲜现做的薯泥沙拉 那也每天都馅料 它里面除了马铃薯 红萝卜 那还有一个每天新鲜的苹果丁在里面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好的风味 呈现给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还有一个牛角 这个是一般美式餐店 比较会看到的牛角面包 让消费者从视觉 嗅觉 味觉 就有所开始的不同 像我们的铁板面呢 就不是一般外面可能房间 比较常吃到的就是一般的就是鸡蛋面 有些朋友他外带的时候就会容易糊掉 那小乌龙他就不会去糊掉 那像我们马来西亚冰城的代理商 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小乌龙 我的咖啡呢 当然是采用阿拉比卡的咖啡 然后属于中偏深烘焙的 属于回甘的 而不是一般外面房间可能喝到的 只有苦味的那种咖啡 可以喝到阿拉比卡的咖啡的原香 带点真果的味道 我们要的就是用比较好的商品 然后让消费者花一样的价位 可以吃到更好多 不然消费者到我们宏剧来 第一次来的话 他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有什么特色 那最常点的 一定先从吐司类开始点 点到我们的活着蛋之后 他就发现完全不一样 光视觉就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外面吐司 白吐司不可能这么大一面 第二 口感不可能这么绵密 因为我们是用牛奶吐司去做代替 很多人没有办法 比如说下雨天 比较没有不方便出门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做一个 跟一些外送平台做一些合作 那也可以利用外送平台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餐点的点购 这里适合假日时 与家人一起来吃个悠闲的早午餐 那么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请记得按赞分享 我们假好烧爆不见不散 那时候老板是在无意间的一次出差 然后来到了台湾 那他在台湾呢 其实就是他找不到他自己想要吃的咖喱 那因为老板那时候就在师大大学 师范大学那边学中文 那所以说我们就锁定了在师大这一块 然后找到了一个小店面 然后开始就是做北海道的这个汤咖喱 然后让大家尝试一下 除了浓稠咖喱之外 其实还有别的咖喱是汤咖喱 然后它是来自北海道的 我们的咖喱呢 大概用大概十种以上的香料粉 然后去熬煮 那熬煮的中间呢 还是有放一些鸡骨 蔬菜 番茄 大量的蔬果 然后让它的那个汤呈现的是 比较就是以健康为目的的 一开始我们讲说在台湾这边啊 就是可不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香料 但是我们找了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就是不符合老板想要的味道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直接到日本去采买香料 两个人去 然后扛满了香料回来台湾 那之后后来因为就是长期的配合 然后也跟日本那边的厂商就是直接配合 所以就是我们的香料是百分之百 全部都是由日本那边过来的 连我们的辣度香料 其实也全部都是从日本而来的 一开始的话当然经过很多测试什么 很多失败跟错误 但是就是 还是调整出来的一个 我们觉得最好的完美比例 对但是秘密不可以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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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那通常我們付給客人的是中飯 就是在家的一碗飯 那有些客人或者是學生啊 是比較喜歡吃飯的人的話 就是他們可能會點富士山這個 超級大 而且我們會附上一個 我們自己的旗子 那就代表說你富士山攻頂囉 牡蠣湯咖哩 那它是來自廣島產的牡蠣 可以看一下它的牡蠣大小 是一顆 你看會滿出來的這種 而且它吃起來是完全沒有腥味的哦 然後它是廣島產的 那我們的吃法呢 就會建議你 可以先淋檸檬 在飯的上面 它會有黃檸檬的香氣 然後你可以舀一口飯 然後浸泡在湯汁裡面 然後一口把它吃下 我們這一道菜裡面呢 它的蔬菜 我們全部都是用有機的新鮮蔬菜 那裡面的蔬菜呢 有進口的馬鈴薯 南瓜 還有新鮮的蛋 還有蓮藕片 紅蘿蔔 秋葵 小玉米 還有蓮藕 紅椒 那這些都是有機的新鮮蔬菜 那讓每一個客人在吃的過程呢 吃得飽 但是也吃得健康 我們我們的湯都是早上現煮 那如果到了晚上沒有賣完 基本上就是全部丟掉 對 然後米飯也是 如果今天的飯沒有賣完 之後也是把它丟掉 雖然說這樣的話比較浪費 可是因為我們的訴求就是 不讓客人吃隔夜飯 這一款呢 是我們的濃郁鮮蝦湯咖哩 那我們用的是 大量的蝦頭下去熬煮這個湯 所以這個湯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鮮美 而且 它的蝦子呢 我們是採用大隻的 重點是我們都已經幫你剝好 完全不用在自己剝 裡面我們還搭配了 非常多的小蝦仁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 然後呢 蝦子呢也是超大隻的 而且都幫你去殼囉 所以不用自己剝 這一道呢 我們是叫它那個 一番美人百菇 那我們是專門這個是給不吃肉 還有吃奶蛋素的客人吃的 因為我們的食材裡面 有很多譬如說都是肉類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們還是 要推廣一下 吃素食者的人 所以我們就是特別推出的這個 它是 一番美人百菇 那裡面的全部都是 以菇類為主 那它的湯頭呢 基本上 因為 我們不想要失去我們原本 就是湯咖哩的特色 那所以說我們盡量把它調整成 跟我們原本的 咖哩湯汁的味道是相同的 但是用的東西卻是不相同 然後奶蛋素的 也可以吃到湯咖哩好吃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基底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會有 紅蘿蔔 馬鈴薯 花椰菜 小玉米 秋葵 蓮藕片 還有紅椒 蛋 讓你一整天下來就是營養一百分 那關於這個後切牛排湯咖哩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用三樣的牛排 那它大概是有七盎司 所以它肉的份量是非常的非常的多 而且我們是做五分熟 所以我覺得它個人吃起來的口感是比較軟嫩 但是它沒有很多筋 所以其實它不會不好咬 也不會很柴 那我們的湯底其實又有點不同了 它的湯底我們有多加了洋蔥跟秀真菇 然後來增加那個湯的甜味 牛排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是在2018年 那時候我們是跟TypeWorker 然後我們就是跟20家咖哩店比賽 那我們是推出牛排出去比賽 那我們那時候得到的是第一名的冠軍 那關於炸雞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是客人現點我們現做的 我們不會就是用那個已經做好的產品 然後炸給客人吃 所以我們炸雞的基本上它是很酥 然後內是很juicy的 然後它的大小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會附上一個檸檬 因為有些可能不喜歡沾醬 那它喜歡吃原味 那我們會建議它可以沾檸檬 那如果說它喜歡一點醬的話 那我們可以就是添加一點那個凱撒醬 那吃起來的口感又不一樣 還有別的小菜 像這個的話是我們光刀產的炸牡蠣 那它也是可以淋那個黃色的檸檬 那檸檬的話你可以直接把它淋在牡蠣上面 可是你吃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喔 因為它非常的燙口 而且是一口無法吃下的 它吃起來非常的juicy 這一道呢是我們的法國小羊排 我們是用比較頂級的羊排 所以我們是用小羔羊 所以就是因為用小羔羊的原因是因為它沒有羊燒味 所以是用比較頂級的 那它旁邊當然我們還是一樣附了一個黃色的檸檬 然後當鐵板它是熱的時候 你把檸檬撒下去的時候 它會吱吱吱吱吱吱的作響 那如果比較豪邁一點的客人的話 其實直接拿起來坑就好了 然後我們當中呢還是有附一些菇類 就是讓你在吃肉的同時 你還是可以享受到蔬菜給你的鮮甜跟美味 而不是只有肉 對 這樣子健康才會滿分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就是 就是我自己原本的同事 就是覺得就是我的氣色又會差 那時候我也以為說 可能是因為我上就是又要找廠商 然後要自己原本的工作 所以就有點太累了這樣子 那當時我只是單純的這樣子以為 那之後後來去醫院那邊檢查之後呢 才發現說原來我得了血癌這個 雖然說有生病過 但是就是因為生病過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其實大家都現在 其實外食者比較居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更需要把 我們湯咖哩這個東西 就是介紹出去給每個客人 因為我們的東西是用新鮮的食材去用的 那我希望說就是外食者 就是除了好吃之外 但是也是要吃得健康 那關於剛剛所說的這些咖哩 就是每一道不同的口味呢 就是因為我們加了不同的東西 還有用不同的煮的方法 所以呈現了很多不同的味道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直接來店裡面 然後做品嘗 做品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